贾安湘华人国中棒球队连续多年在全国还有全线棒球赛事皆荣获无数的佳击 而历年中培育出不少晋升到美国大联盟、日本职棒以及中华职棒的优秀运动员 贾安湘长游淑珍特别赠送给学校120颗专业比赛规格的硬式棒球 提供球队模拟预习竞赛练习标准 也为国家未来可期的选手们加油打气 华人国中棒球队编制34名选手 简单俐落的三分头是身为棒球队的政治标记 有黑的皮肤和健壮体格是他们长时间训练的最佳证明 在大家的腰迫之下 吉安湘长游淑珍也充当投手 一连三好球三振打几手 现场球员都爆出热烈掌声与欢呼 湘长游淑珍表示 公寓善去世必先立其去 这次赠送专业比赛规格的硬式棒球给学校 希望可以充足球队练习的能量 公寓善其世必先立其去 今天吉安湘公所带来的是 我们棒球专用的这个比赛用球 也是我们的硬式棒球 我们相信孩子的练习里面 有更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有专业的教练 更要有专精的场地 还有最重要辅助的工具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 今天来给孩子鼓励以外 也看到他们团队的力量 更在我们的教育的这个体育赛事里面发光发亮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鼓励孩子的一个快乐的氛围 谢谢我们的梁校长主任跟教练 带来最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给予 我们希望孩子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专精的器材之后 能够带来他们未来在这个赛场上的赛事 能够更多的学习 更多专业益助的力量在里面 我们跟着孩子们一起来加油努力 华人国中校长梁仲志感谢乡长游淑珍 多年来对华人国中的支持和协助 棒球队练习时用球的耗材需求度非常高 很感谢乡长及时引进珍贵资源 学校的棒球队同学 总共七八九年结合起来有34位 那34位的同学在平常的分组练习当中 对于整个球的耗材需求度非常的高 乡长在适时的时候会对我们棒球队提供补给 我想这个部分对于小组练习 以及学生面对现级的比赛 甚至于到全国赛都非常有帮助 所以这个资源非常感谢乡长的提供 总教练杨东毅表示 球队正为即将到来的寒假集训 以及传福杯全国少棒锦标赛来做练习 这次有乡长挹注的专业器材资源 让球队可以更有效率提早模拟赛事 也增强团队自信心胜利挥集 谢谢乡长 谢谢同学 这旅会竟然相报道 谢谢同学 谢谢同学